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看看全國提援上海,走至戰時動員一樣 上海市早上舉行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佈會 上海市的官員就通報,這幾天上海展開了社會面的滾動西茶 過去24小時新增的陽性感染者數量首次突破1萬宗 總數達到13354宗 3月以來這波疫情累計感染者超過7萬3千宗 新冠變種病毒Omicron的傳播速度很快,引力性很強 目前上海疫情還在高位運行,形勢極嚴峻 上海會壓縮陽本送運時間,提高結果報送效率 加快搓檢陽性複核速度,全力做好感染者救治工作 強化分類救治,開展中醫藥干預治療,儲備和使用新型治療藥物 全力降低重症率死亡率 核酸檢查結果全部出來前,上海全市會繼續實施封控管理 除了因病就醫等外出之外,嚴格落實足不出戶 目前全國有15個省份已經派出醫務人員3萬8千多人到上海協助抗疫 一位醫學教授接受內地環球時報採訪時說 這次遲緩上海醫務人員的數量和遲緩武漢規模匹敵 根據國家維健委發布的訊息 兩年前的武漢抗疫直至2020年3月1日 全國各地累計向武漢派出了344支國家醫療隊 一共是42,322名醫務人員 這位醫學教授認為上海全市核酸檢測 既強調準確性,又強調時效性 即是要在36小時內完成對2,500萬人的核酸檢測 這是相當大的工作量,需要其他省市的醫務人員進行援助 他說上海全員核酸檢測有可能只是個開始 根據疫情的變化,後續遲緩的規模可能會進一步增加 這次全國支援上海在短短幾天 就已經有38,000多人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以體現出中央全國統籌的動員能力 這麼快速到位的調配能力,直逼戰時動員 也顯示出中國有這樣的能力 除了醫護之外,全國各地都調動物資 央企發揮了大作用,包括成建方艙醫院 擴充了一批市級定點醫院 新建投用一批方艙醫院床位總數 大約有47,700張 還有3萬張病床即將投入使用 部分方艙醫院還會有宿舍 相信方便是外省市的支援隊伍入住 解決了龐大的支援力量的住宿問題 為什麼說這次遲緩的操作就好像戰時動員 以河北為例,他們有一架專列就是 在4月4日早上7點鐘 遲緩上海的一個專列的保工物資 就是經過了27小時 1454公里的長途旅程 從保定站就是安全抵達上海北郊站 這一趟的專列就是 有47輛貨車偏早移城 一共有1250噸的物資 包括牛奶、速食棉、果子路等民生保障物資 在快速射車之後就會接駁運往上海的社區街道 分發到市民手中 4月4日5點34分 這一趟的專列就抵達了 上海南牆編組站進行了中轉作業 南牆編組站提前啟動了重點運輸指揮協調機制 確保中轉作業是零等待的 只是用了80分鐘就完成了規定的作業 較平時的作業時間壓縮了一半 針對這批物資在射貨之後的任務這麼重 搬運的次數也這麼多 配送時間緊張這些特點 上海訪問中心其實是提前做好了 預定的方案如何射貨 在專列到達北郊站之後 車站的組織調車人員就快速送車 47輛貨車在30分鐘之內 就配送到貨場三條貨物的線上 而三條貨物線同時組織射車的作業 全力保障就是快速出貨 每一個物流細節都要事先做好準備 各個環節都是等貨到馬上啟動 才可以做到出貨的時候沒有混亂 而且做到非常迅速地派送到街道當中 接著看看內地就發現 近期多個病例都跟韓國的進口服裝有關 傳播力極強的Omicron變種病毒視入全球 內地的疫情出現反覆 值得留意的是最近北京、江蘇和遼寧都陸續發現確診個案 源頭都是指向韓國的疫情 或者跟進口服飾、包裝袋、衣物表面 夾帶病毒引起的 4月2日遼寧的大連新冠疫情防控總指揮部通報 4月1日大連市新增了一例的陽性感染者 基因序列排序是Omicron變種病毒的BA2進化分支 陽性感染者是經營韓國進口服裝店的店員 接著是對他們經營的韓國進口服裝 包裝袋內表面檢測出新冠病毒核酸單元檢測陽性 通報自出不排除因為接觸了新冠病毒污染的進口物品感染的可能性 同樣是4月2日在江蘇的上屬新冠肺炎疫情指揮部也通報了 3月28日報告的一宗確診病例 他的情況經過反覆的流調和檢測 他住所的衣櫃裡有4份網購韓國為醫檢出陽性 結合國內的韓國進口服裝相關的病例 經過綜合分析今次的病例疫情和網購韓國服裝有關 而韓國昨天開始放寬社交距離的措施 外界就憂慮或者會令疫情再度升溫 而外防輸入不僅是防止人員的輸入會引發疫情 還包括了物件成為了內地防疫下一步的關注點 接著看看北部戰區一個六行旅 就是數字化智能系統展開飛行的訓練 初春時分解放軍就開始了春分 新華社就報導北部戰區陸軍第80集團軍 一個六行旅是伊托科技家和網絡家 數字化的智慧系統開展飛行訓練 在飛行訓練場的塔台 太細直直班飛行員劉士法 操作六行固定式指揮資訓系統 引導飛行員訓練 飛行過程中劉士法就是伊托系統 動態監控直升機飛行狀態、飛行軌跡 實施精準指揮和調控 並且是伊托飛行保障車輛動態監控調動的系統 即時掌握車輛位置和行動軌跡 這個系統還支援指揮控制作戰管理 對控引導等各種指揮和保障業務的處理 專門為陸航部隊研製的指揮資訊系統 也是近年來這支部隊自主研發的 十四系統一中心融合資訊集成系統的指系統之一 這個女兒直升機營的營長賈倩文說 她們將科技手段融入訓練中 實踐探索大資料應用方法的路徑 指揮塔台的功能是由訓練營的指揮 走向實戰營的指揮轉變 將作戰場景陷入訓練的態勢中 由指揮員即時推送,臨時倒調 客觀研判,實施戰術飛行和態勢指揮的高度融合 融合資訊集成系統的使用 貫穿飛行組織,實施三個階段的全過程 能夠一體聯動輔助消除飛行訓練中 各個環節中不利的因素 提高飛行的安全基數和整體戰鬥力水準 逐步解決早訓施練的過程中 一些不正規、教育管理不到位 以及後裝保障不托底等影響飛行安全的環固疾環疾 然後看看清明假期內地大約有695萬人次 網上敗祭,較去年競升百分之275.7% 內地的疫情嚴重清明節期間 各地都紛紛推出網上的數目等服務 地處商業邊境湖南省南山縣 嚴格做好疫情防空措施的前提下 積極宣傳先花敬先人、用心願牆、網上致秀 這些形式是慎重追遠的文明數目 南山縣在晉山的主要路口設立了清明數目的服務店 黨員幹部和義工執勤的同時也詳細地登記 晉山人員的資訊免費向群眾發放鮮的菊花 和松樹苗等文明的自製用品 而山東省的製靈市四水縣是勞務輸出大院 上年也有十多萬人在外面武功 受到疫情的影響,清明至很多人都不能回鄉 四水縣殯儀館開通了網上的數目通道 通過網絡預約由工作人員通過競獻鮮花等方式代為數目 央視就報道由於多地暫停了現場的數目活動 紛紛都推出免費代制服務 開通了網上的數目平台等服務 假期首日全國網絡數目的群眾達到695萬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長275.7% 而各地紛紛推出文明數目的倡議 推出了比如雲制制、代制數目等服務 興起了文明低碳的清明數目新風上 例如在昆明市殯儀館龍寶山、華夏霧原公務 推出了鮮花換紙錢的服務 都頗受民眾的歡迎 前內蘇墓的民眾可以將手中的紙錢、塑膠花、捲花 免費換成鮮花 管理人員說 今年他們準備了一萬二千枝黃菊花 年代已經兌換了五千多枝 有業樂人士說 雲數目或代數目滿足了人民現代的多元需求 同時也助力了疫情防控和推動文明數目 有著積極的意義 認為數目就是在心不在營 綠色文明的數目的風氣是需要和社會一起共同努力的 最後看看網傳樂陽 綠色帽丹價值超過十萬元 被人偷窄了只剩一朵 帽丹花是花式鮮艷、風之典雅 樂陽帽丹更享負盛名 每年都吸引了不少色花者前往樂陽觀賞 日前河南樂陽黃城公園一棵貴價的卯丹 其中一棵被人偷偷摘走了 這一棵是春樓卯丹 只是開兩棵的綠卯丹 比較稀有珍貴的 全現價值是十萬元人民幣 因為外形有點像椰菜成為了網紅 今天黃城公園工作人員確認 其中一棵的綠卯丹被人摘走了 職工聽到這件事都非常生氣 因為這個品種的生活率其實是不高的 一年只是開一兩棵 還未開到電放的時候被人摘走了 公園方面就說這件事已經佈了警 介入調查 但對於網傳說這棵綠卯丹的價值 十萬元一棵就有待相確 但很多網民現場看到 這棵綠卯丹更加像椰菜花 也質疑它的真實價值有沒有這麼貴 綠卯丹其實因為花式鮮艷 也是稀有 玉兆朱香風流瀟灑 富麗堂皇素有花中之王美裕 這個品種屬於栽種類 花的綠顏色是上品 有角色天香之稱 有名是綠香球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今天的分享